各位觀眾 大家好 在今天的主題前 先講一下一個推介 講過不止一次 推薦大家看這個綠豆 有鏗槍集裡面的人一起幫忙做 前鏗槍集的監製 他在Facebook裡面出了一篇文章 叫做喜悅與憤怒 喜悅很快 即是說綠豆真厲害 已經超過10萬訂閱了 已經拿了一張牌 拿了一張衣服 那個牌都相當漂亮 大家可能記得我都拿過10萬訂閱 但是憤怒就是綠豆一直以來 在youtube收不到錢 他那個收錢的功能是被youtube關閉了 其實他一開始已經過了youtube的要求 譬如有多少人訂購 有多少人看 是可以加入廣告的 但是就突然之間被告知這個功能是被youtube關閉 沒有任何的理由給他 但是他已經向youtube提出上訴 上訴之後呢 現在就上訴結果出來了 都是維持原判 都是仍然是繼續關閉他那個能夠收錢的功能 沒有給到任何的理由給他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不知道 他們正在想辦法 是否可以 能夠真的可以轉環呢 可不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呢 但是youtube做了這件事之後 對於綠豆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因為他做了那麼多的影片 訪問了那麼多的人 在英國的人 在香港的人 我最喜歡看的兩邊走走 也有很多的專欄 全部都是要製作的經費 那如果他 youtube這個這麼主要的收納來源 被關閉了之後呢 他沒有了這個經費呢 我相信呢 捱下去是非常之艱難的 那我就在這裡呼籲大家 就是他們繼續走下去的話 你想繼續看一些高質素的 人物的訪問啊 對於香港或者英國這兩邊的時事的政治的分析的話呢 你想繼續看一些這麼高質素的 現在香港看不到的了 就麻煩大家 慷慨解囊頂力支持 綠豆不要只看 因為現在看完youtube 然後就subscribe他都好 他這個收錢的功能呢 都是被youtube關閉了的 是收不到錢的 唯一他們的收入來源呢 就是你按進去 我給了一條link給大家 已經給了的了 支持綠豆那條link 按進去 等他們可以 你贊助他之後呢 他可以繼續營運下去 是捱得很辛苦的 據我了解 捱得很辛苦的 沒有了這個這麼重要的收入來源 是更加辛苦的 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懇慨解囖 在你能力的範圍裡面 月捐也好一次給也好 這樣支持 綠豆 好嗎 多謝你們 就啊 英女皇逝世在英國 在香港呢 都一片哀愁 在香港很多朋友呢 就去到這個 英國駐港的總領事館那裡 獻花和悼念 進去寫調染策啊等等 這個都顯示到香港的民心 我看到網上 或者是諸樂的媒體 訪問一些年長的 他可能是青眼目睹 英女皇來過香港訪問 說他 看到他的情況是怎樣的 說他有些是讀官校的 小時候就看著英女皇的照片啊 那也有些很年輕的 即是八十後 九十後 那麼 照計他就沒有青眼見過英女皇 但是他都覺得 女皇對於香港來講 對於香港的發展呢 是盡過很多的力量 沒有女皇就沒有香港的發展 那麼這個說法其實就不是很準確的 因為女皇是不單止英國內部的政治 或者政策呢 他不干預啦 他只不過作為一個 我講過是一個 船的鬧和涼合劑之外 那麼其實他不干預政治 那麼旺論對香港殖民地的管治 是不是 那麼但是 可能就是香港人 對於英國的管治的感恩 那麼而呢 也都英女皇作為這個 君主啦 他都對於英女皇的風範等等 都是非常之感謝啦 就覺得他 然後才令到香港呢 可以由一個小漁村 變成一個今天的 即是九七之前的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 但是 九七之後呢 那麼那個發展 大家都有目共睹啦 在英國就不在話下啦 很厲害啊 那個 悼念的情況 是相當多人啊 好像說倫敦的花呢 幾乎都已經賣光了 那麼 但是呢 就 我覺得挺好笑的 有一件事就 在網上 有人告訴我 我都不知道的 就是 香港的一個權貴 真是權貴啦 他不是貴都可以權啦 他是行政會的成員 立法會議員工聯會的會長 也都是 這個人大代表 港區人大代表 吳秋北 在他的Facebook那裡 就登了一張照片出來 就是毛澤東 毛主席的照片 那麼他一段 就是 就是 一個字就是這樣寫的 阿毛就坐在一張藤椅上面 就是 向著遠方微笑啦 然後就是紀念偉人毛澤東 世世四十六週年 1893年12月26日 至1976年的9月9日 阿毛是9月9日死的 是唐山大地震之後死的 跟著阿毛死了之後 就 四人幫覆滅 鄧小平復出 中國呢進入這個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當時是 就是 很多 包括香港在內的 很多 就是華人世界 對中國都是充滿了期望 到 不是阿鄧呢 就是不是阿毛死 打倒四人幫 不是鄧小平重新上台呢 中國絕對沒有今天這樣局面的 但是 今時今日的中國 會不會倒退到毛澤東的時代呢 這樣 如果他不說我真的不記得 原來9月9日是毛澤東的死記 沒有人提的 香港 講英女王 世世的新聞很多 沒有人提過毛澤東的死記 我相信特區政府裡面 也都不會有人提 六八九也都不會提 因為都幾忌諱一下 就是毛澤東 他的所作所為大家都知道 在歷史的政治運動裡面 因他直接貫治別死的人 無數 大學進死了幾千萬人 三四千萬人 文化大革命死了三四千萬人 這是有歷史根據的 如果你看這個墓碑 那本書 在講大學進的時候 如何逆子而食 如何饑荒 你覺得是忠目驚心的 我都說這本書 我沒有辦法看下去 我看了那兩個篇章 已經是頂不住的 掩捲長炭 整個心拿著拿得很厲害 我不敢繼續看下去 文化大革命 大家都知道 一種滅絕人性 將中國人的親情 關係 全部是徹底毀滅的 影響到今天 都是因為毛澤東 吳秋北 事毛澤東是偉人 紀念偉人毛澤東 逝世46周年 中國大陸裏面 都沒有什麼人怎麼看 中國官方 沒有任何的大肆紀念活動 雖然今上 很多人說他越來越似 但是 都是很多忌諱 因為文化大革命 本來就說 今上想為文化大革命平反 又為一個艱難的探索 最後都不是 將中國 幾乎 帶進內戰的邊緣 十年浩劫 其實這個定性 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是一模 親自促成 親手促成 對他的評價 在一般的人民心目中 是非常之負面 為何不抽筆 要拿這件事出來說呢 我想不通 他是不是真心 誠意覺得 毛是一個偉人 又或者 他會覺得 你香港人 為何 這麼 沒有中國心 只是 悼念英女王 完全不提 悼念毛澤東 他是不是 忍不住 所以就發這個帖出來 又是懂得看留言 我覺得 除了有些人讚 什麼免壞領袖 永遠懷念 開創新中國的英雄 永遠活在人民心目中的偉人 永遠懷念等等 但是 大多數 可以這樣說 大多數人 都對 吳秋北 擺毛澤東的相片 在他的Facebook裡面 是非常之負面 負面 譬如說 秋北你真是有孝心了 爺爺一定會很快召喚你 團聚 來 好好做孝子 侍奉爺爺 亦都有人提起文革 提起大躍進 我只知道他 大躍進全民大煉鋼 正剛底下 餓死千萬人 怎止餓死千萬人 當然是 比千萬多幾倍 是不是 有些人說 你這樣都要出來拿彩 所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 大躍進的人 或者先人 世世代代代 永遠不會忘記 不會懷念這位風雲人物 當然那些人說 緬為大領袖 毛主席他自人民 心目中的紅太陽 我頂真是 大陸的人都不敢說 毛主席永遠活在人們的心目中 很多人都不敢說 秋北一片孝心 真孝順 慈悲的無爺 再呼喚你 不要怠慢老人家 有些人說 想去拜山 想去拜毛澤東 怎知道 忘記了 毛澤東仍然未落狀 這樣 然後就說 以殺害平民來說 他真是第一 贏第二幾條街 因為在網上也有一個圖 就說 在哪個獨裁者 殺了最多人 一路數 就是 毛澤東是最多的 7800萬 兩幾場政治運動加起來 然後就到史太林 然後就到希特拉 一路數下去 獨裁者殺人無數 毛澤東就是 數了第一 沒有人敢認 數了第二 沒有人敢認第一 我經常都想 香港這一班 根正苗紅的左派 所謂左派 我不知道是否真左派 經常都說 左右的定義 其實是很含糊 有時候會反過來 香港的左派其實是右派 有時候甚至是極右派 香港的右派 又未必是全部是右派 可能是某些是左派 所以很含糊 我自己看 吳秋北是真心交去悼念毛澤東 還是因為要表個態 他這個表個態 我都很奇怪 我都說在大陸裡面 除了極左那些 去悼念毛澤東之外 我相信沒有什麼人 第一 第一 年輕一班都不知道這是誰 第二 經歷過文革 經歷過大躍進的人 現在年紀相當大 都知道毛澤東做過什麼 對他的行為 也是很擔心現在 目前的政策 改革開放這麼長的時間之後 來一個 好像常常都想走回頭路的領導人 大家都很害怕 會不會去回毛澤東的時代 至少就是 繼續賺錢也好 在政治控制方面 可能比毛澤東更加辣 所以 為什麼要悼念他 悼念他 有一個什麼 預視一個什麼的意識形態 很多人都這樣說 懷念毛主席時代 大家都會記得他鬥地主 反右秋後算賬大躍進大饑荒文革 十年浩劫 國民不正常的死亡人數 冠於遠遠超越了日本侵華 他懷念發動列寧式文革 令中國錯失戰後 百物代興的黃金發展期 同時令到中國喪失傳統倫理的千古罪人 毛澤東領導 屠殺七千八百萬人的中國 向毛澤東 向屠殺七千八百萬人的中國人民的毛主席致敬 祝福阿秋 早日與偉人重逢 讓紅太陽照射你的子孫 不說毛澤東有很多爭議 我不說他這些爭議 當然大家也可以上網找很多資料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香港的不幸 不幸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吳秋北這種意識形態的思想 崇敬華東的思想 我不知道會不會帶進去特區政府裡面 因為他除了是立法會議員之外 除了人大代表之外 也是行政會議的成員 行政會議是非官首議員 是特區政府的內閣成員 他是很重要的特區政府的政治顧問 究竟他的意見 在特區政府裡面有多大的影響 他會不會在行會裡面極力推動 或者極力推動的特區政府 極力推動的李家超 要將這個毛澤東的死忌 成為這個中國的節日呢 又或者要傳聞 在這個國民教學下 大家要傳聞要學習 學生要學習 毛澤東對中國的貢獻 就是講他好的東西 所謂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好的東西 我都爭吵了頭 在全中國全香港 在官方對毛澤東的死忌 他似乎都很忌諱的時候 都不是怎麼說他的時候 真是眾人皆聚 不抽筆讀醒 他在這個問題上面 發了一個貼 沒有什麼人注意的 沒有什麼人注意的 只是有人去轉載一下 在我的Facebook的Friend那裡 轉載過 就是這麼多了 但是這一種意識形態 其實是非常之可怕 非常之可怕 最後講都幾粗屁的 他說你真的不要這樣 你們大陸人都不喜歡他 他的無能管治 害死多多少人 民族罪人來的 你要紀念 你都要紀念鄧小平 用一下你的腦 拍馬屁 拍著春袋 好了 談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親戚口發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再見